大家介紹我的作品 因為每一張作品背後都有不同的故事 很多部份的作品都會在象皮艇上拍攝 亦有部份是爬上雪山上拍攝 像這些在象皮艇 登陸艇行駛中拍攝 旁邊的一張比較特別 就是一個魚眼鏡拍攝 這個魚眼鏡是Canon的8-15mm 出了不久我便去了南極拍攝 我相信這張是第一支去南極的8-15mm拍攝 在船頭上用了15mm向下廣角 一個角度令到船航行在地球上 而隔離這張照片是天堂灣 風景相當優美 但要拍攝到天堂灣的全景 一定要爬上雪山頂上向下拍攝 大家可以在畫面看到 風平浪靜 你猜不到南極竟然有這麼寧靜的一刻 風景相當漂亮 在其他地方都很難再找到 平靜的風景 另外天色各方面都配得很好 這張照片大家見到 好像日落一樣 這是晚上9點多10點拍攝 而我拍攝的地方 正正是我坐一隻破冰船的船尾拍攝 晚上氣溫相當冷 風相當大 拍攝的過程不足五分鐘 我已經支持不住要回到船艙 但這麼漂亮的美景也吸引到我 不足五分鐘我又再走出去再拍攝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下 就拍攝到這種很凹的光斜光 晚上9點多10點在船尾拍攝 而這張大家都見到 環境相當惡劣 在一個冰海裡 也坐另一隻橡皮艇在拍攝 你會見到另一個隊友 另一個橡皮艇在對面 在航行過程中的橡皮艇 你也知道 很小的 風相當中的冰 還比橡皮艇大 所以航行的持有 不斷撞 甚至乎船尾機 都會打到那些冰 有時都要把船尾機抽起 不要打到很滾滾聲 這個環境比較特別 跟冰島那些冰湖相似 不過你會見到面積大很多很多倍 這些都是在船尾拍攝的 而南極如果是寧靜 風平風和日麗 平靜的環境 你都會見到 倒影是相當美 完全是沒有風沒有浪 所以你會見到 整個很清晰的倒影 都可以在畫面看到 在南極其中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浮冰比較多 浮冰不是一塊舊的冰仔 是一座雪山的 你會見到一個弧形的弧位 很特別 經常在一個航行的途中會見到 所以坐的船不可以一個普通的船 一定有些破冰功能 萬一真的遇上這些大塊的冰 而又避不及的話 都是勇往直前 將它破開 剛才說過 我知8至10mm可能是第一支 但那支Zoom到15就不太明顯 而這張Zoom到8mm 你會見到畫面四周圍是全是黑色的 一個圓圈 角度有180度 所以拍攝的時候 我會站在船頭的正中間 還要向下我 拍攝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如果一個不小心 一聲就掉下去了 耶穌岡很常見 其實在晚上來說 都是8、9點在船尾拍攝 剛才也說過 五分鐘就支持不住要回到船艙 但也是因為太美 五分鐘都支持不住 又要出去繼續發洩 而這些南極的冰村 好像冰懸崖一樣 都很常見 但我們是坐小型的橡皮艇 進去 我們都要好好小心 你會見到 好像很漂亮 想接近看看 其實這也是最危險的地方 因為那些冰 你會見到那麼直那麼斜 還有那麼多缺口 它隨時會塌 一塌的時候 那個浪很容易 將整架橡皮艇打翻 所以這張我剛捕捉到 大家會見到 有一個浪在這裡 還有一件特別的 再細心一點看看 其實這裏有一隻企鵝 我相信很快 這個浪蓋過來 就掉了 不過企鵝不怕 就不親 這是隨時會塌下的冰 好像懸崖一樣 而這一塊也很有趣 很少見到整個旅程 一個冰 看到剛好中間的洞 而對面也是隊友 另一個橡皮艇 我們剛剛好經過 他在這裡揮手 也拍攝了這個難得的畫面 另外這兩張照片 都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在冰山上拍攝 我爬到很高的地方 在上面拍攝企鵝 為何拍攝企鵝會在冰山上 原來企鵝為了逃避危險 就會千辛萬苦地走到山頂 很高的雪山頂 接著就會捕蛋 和捕蛋 每一對伴侶 隨便一個捕蛋 另一個就會在海裡覓食 吃到飽飽地 回上來就交肩 換完之後 就會反初捕育 不關他的小企鵝 我們就上山頂拍攝 這麼小隻的企鵝 其實你見到身形笨絕 一拐一拐地上山 但是上到這麼高的山 都真的很厲害 這麼小隻的 我自己 這麼手長腳長的上去 都覺得很吃力很辛苦 何況一隻這麼小企鵝 所以都很佩服他們 上面這張 亦都是在爬山的過程中 大家會見到 是一個後側缸 後面的背缸 剛好爬上雪山的時候 你見到雪花、冰花 四淺一點點 亦都因為背景比較深色 而且是一個背缸 你會見到所有的冰 是很突出 很立體的 我跟他參加平排 不過是距離很遠 因為不可以打擾他 這個用了400mm去拍攝 接下來會繼續講解其他作品 這裏有三張比較大張的作品 全部都是60吋的 這60吋有三種不同的企鵝 亦都跟那個組織一樣 這隻企鵝 都是在南極來說 比較常見的企鵝 而中間這個 就不是南極企鵝 它沒有那麼內寒 我覺得它有少許怕動 因為這隻在南美洲最南端的地方 這種企鵝 就是麥哲倫企鵝 麥哲倫企鵝 因為環境相對溫暖 所以你見到很明顯 它的環境有些花、有些草 跟那些串草不生、荒蕪、兵極的地方 有很大的分別 相對它的花紋來說 就好像沒有那麼好看 比較雜一點 斑斑斑斑斑斑斑 而這隻企鵝 這隻叫做Gentle Pankwens 有些叫做紳士企鵝 有些叫做巴布瓦企鵝 大家在海洋公園就會見到很多這些企鵝 亦都是南極最長的企鵝 這個體型很嬌小 跟我們的氣球企鵝差不多這麼大隻 最美的就是它的嘴巴 比較紅色很吸引 身上的羽毛來說 都是防水、線水 光澤各方面都挺美 這三隻都在南極來說 有代表性企鵝 旁邊這四張都是在爬山的陶宗 就拍到這幾隻不同的企鵝型態 這隻比較難拍地 剛剛好回頭一望 背景在山下的斜波 也有兩三隻 做一個互相呼應 在拍攝留意的地方 曝光相當準確 後期的處理都很重要 我們要將雪的曝光位置 減回曝光 讓它不要曝光 而最難拍的是 企鵝背部相當黑 這麼白 這麼黑 光差這麼大 通常拍攝JPEG的話 白色就會完全白色 黑色就完全黑色 好像一張影印本 但現在各位看到 層次很豐富 因為我會把白色的位置 按暗一點 讓它出現層次 而黑色的位置 也會拉光一點 出現原本的羽毛質感 最重要的是 最後用一個優質的印刷 可以支援Adobe RGB 所以完全的顏色都可以表現出來 層次就豐富了 大家再留意看看 冰其實好像砂糖 這麼幼細一滑 還有層次都可以看到 這個環境是這張雀鳥 這些叫賊鞦 專門拼命保護 賊鞦都很死纏難打 很煩 你趕開之後 轉頭又回來 所以你見到父母 不止她一個 旁邊都幫忙 幫忙對抗她 要捕捉就比較難一點 因為都是突然間來 還有拍攝環境 你見到她的動作 其實不是很快 因為風向很大 她在滑翔中 因為這麼大風 拍攝者都很辛苦 因為我被風吹到 都會左搖右擺 要高一點快門 才可以捕捉到她 有清晰的影像 而這張 大家待會有時間 都可以看看 是一個特寫 其實都很難等 因為企鞦 她的頭 左右右擺 很難捕捉到她 剛剛好 正正中中看著你 這張照片的質素 也挺高 如果再細心看 連她的眼睛的瞳孔 裡面的細緻 的紋理都會看到 這個也是 死纏難打 賊鞦又再次出現 又想捉企鞦仔 或企鞦蛋去吃 這些布的企鞦仔 其實的畫面很多 很多企鞦仔 但你要見到 有些餵食的環境 就不會太多 大家會留意到 這些企鞦仔很有趣 就是嘴巴 大家會見到 它有些白白色 白白色是什麼 就是一些初生企鞦 它要破蛋而出 怎樣破蛋呢 它就靠一個白色 比較硬的地方 就嚇壞蛋殼走出來 所以一些剛出生的企鞦仔 你會見到 好像鞦仔 嘴巴有些白白色 就是硬的地方 破蛋而出 再大一點 這個白色的印 就會慢慢消失 你就知道 它已經是大了一點 這個 大家都見到 那個背景 是一個純藍色的背景 是一個藍天白雲 相當好天 而這一隻企鞦 也是去到山的巔峰最頂 都是爬到最頂才可以拍攝到 如果不去到那麼頂 都不能用到一個全藍色的背景 這張照片 我都覺得挺好的 就是剛剛好 它企鞦的臉 臉向這個地方 而上面的走位 就到它 雲剛好在這裡 放射性地走出來 所以效果配合得 好像擺布 其實就是現場捕捉的 都花不少心思 那些企鞦都是群體的生活 他們去布袋 都是一些石灘 或者高山上面 所以你看到 這個已經是高山 上面還有一個高山 做背景襯托 現場環境交代得很清楚 那麼 南極的特點就是 寸草不生 你想找棵樹 找棵植物 找棵草都找不到 最多找到少少的青苔 或者是苔鮮 而這張企鞦 大家都會見到 外面有一個大的背景 都是三米多大張 這張是最終的 之前發生甚麼事 其實就是坐了一架橡皮艇 我們在橡皮艇上 看到企鵲有個浮兵 企鵲突然好像子彈一樣 在水裡飄上來 很快大家可以看到 捕捉到 帶水跳上來 其實這隻 下一張是甚麼 下一張是他站上來 滑腳跌回去 跌回去 很快幾秒鐘就跳上來 轉頭 轉頭幾秒鐘 排隊又走 所以過程中 只是幾秒 剛剛好跳上去 旁邊的水花是甚麼 原來第二隻已經下去了 最終結定定 不夠兩三秒便走了 趁這兩三秒便按鈕 拍了這張我自己 比較喜歡的作品 亦都是今次攝影展的 封面 影集的封面 以及背景的背景 小企鵲 抹開嘴 出生不久了 這張 大家會更加理解到 小企鵲的生態結構 你會看到 嘴上角 幼齒、齒輪、紋 都會看到 平時你沒甚麼機會 見到這些細小的東西 兼且還見到這些細緻的地方 更加少有 這隻做甚麼 鬼鬼祟祟的偷東西 其實因為南極缺乏 植物、樹枝 給它竹巢 其實你當它是一隻小鳥 它用甚麼竹巢 南極唯一多是石頭 但石頭大顆的多 小顆的不多 所以這麼缺乏物資的環境下 他們怎樣找石頭去捉巢 唯有偷 所以這隻就是鬼鬼祟祟 偷了一隻 鬥石頭 走到自己的鬥 就偷了這塊 石頭一偷 各位都見到 剛才說 下面布滿了是甚麼 樹枝都找不到一條 主要都是石頭 就是偷回來 撿回來 或者是誰拿回來 這隻是布一隻蛋 那個蛋的尺寸 大約好像一隻鹹蛋 很灰灰色 還有一些泥 比較骯髒 上尾兩章的環境 大家見到飄雪 南極不是經常好天 一時好天 轉頭不夠十分八分鐘 立刻橫風橫雪 變化很大 很惡劣 這章來說 大家見到雪是橫橫的 相當大風 用高快門 高速快門 都見到雪是在動的 所以其實人影的時候 我跟他的頭差不多 吹到歪了 這張也是剛剛好 親情 兩個 餵一隻企鵝仔 也清晰 企鵝仔 大家見到 毛色沒有那麼柔順 因為小隻企鵝 他還未成長 他的羽毛 還未有一股油脂去保護 所以落雪 一滴島濕了 很容易就會死 所以他的父母要好好保護 就佈著他 到他長大的時候 經過幾次換毛 他就會像父母一樣 充滿一份油脂 下水都沒有問題 這個時候是最脆弱的 企鵝仔 細企鵝 要成長到成年 裡面 可能不知道多少 十個百分比 都未必有 才能生存到 上尾這張照片 拍攝的時候很辛苦 因為很大風雪 大家見到飄雪 很遠的時候 為了拍攝企鵝仔 又不打擾他 我們用到400mm的鏡頭 很長的鏡頭 力到很遠的地方 自己窩了到雪地 好像隱身了 好像在打野戰 不要讓他看到 不要影響到他 看到他 站著看著海邊 為何這麼久 游而不下去 我也不知道 後期我再看一看海 原來海上有隻海豹在游水 即是說 他一下去很容易遭遇不測 所以站了那麼久 都不敢下水 這句也是父母 其實你窩在那裡 他有捕彈 那些彈在下面 還未枯化 很大的風雪 你見到 你只見到企鵝仔 當然拍攝者 我也是同樣 鋪滿了雪 很冷 這張照片 我自己覺得很難得 可以拍到一個 破彈而出的作品 企鵝仔 大家有機會見到 但剛剛從彈走出來 我相信不是那麼多人 會有機會見到 而這隻 最突出的 就是比較特別 我深刻印象 就是 這隻彈就這麼大隻 但他一出來吸一口氣 那隻企鵝仔已經是著大了 已經放不回到裡面 這就是最特別的地方 大家會見到 剛剛好這裏 剛剛出生不久 這兩隻 這隻正在餵 這隻準備出生 很快的 都挺溫暖的 你看到這地方 魚毛 有一個湖 這樣掏住 讓它有好環境 外面雖然沒有下雪 但其實是非常冷的 這就是海岸邊 其實下面我沒有拍到出來 下面的海浪 噴噴聲打到 這些企鵝仔 就跳上了一些岩石 你看到 你的腳這麼短短 竟然可以活動至於 上去這些地方 甚至我剛才所說 上到山頂 都還可以 很難得 這些大家剛才說過 這些可能會少少怕冷 這隻脈哲鵝仔 這個就在智利的海邊 面向南極那邊 但都在南美洲 剛好很特別 有個樹洞在這裡 在這裡捐來捐去做它的鬥 我又等了一段時間 等它一走出來的時候 就按鍵捕捉這個畫面 剛好一個的湖位 包著畫面 好像一個窗框式構圖 後期處理都很重要 因為這些完全是黑色的 這裡是完全白色的 所以後期處理 都要調整光暗對比 令到黑色能夠出層次 而白色都會見到軟無細緻地方 這個後期處理都一定需要 否則你出不到效果 只會像影印機一樣 大黑大白的效果 好 這個好兄弟 剛好游完水上岸 好像手牽手一樣 其實是角度的問題 但這個畫面都表現到 你有你望 我有我望 其實都是互相呼應 大家都守望相助 去到南美拍攝企我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的環境比較有些植物 沒有那麼惡劣 所以你會見到 它的背景也有少少的草 我拍攝的時候 亦都走過很多角度 盡量令到它的背景是簡潔的 你會見到 後面有花後草的企鵝 很少見到這樣的環境 跟南極那些完全是荒蕪的 寸草不生的 差很遠 起碼見到少少少泥 南極想找些泥都沒有 通常是石頭來的 和冰雪 這兩隻很像 接著再講這幾張的 長小型的Panorama 有部份是一張過的 有部份是用到很多張相機 打直到的拍攝 拍攝十多張 十至二十多張 合成一張 所以解像相當高 這張也有天堂灣 有看過 不如天堂灣只是正常的 鏡倒入這部份 這個由左至右拍攝 用到十多張相機 去合成 下面這張就是Pantagonia 大家的牌子 衣服做得多 我都常常穿 但是這個地方 真正在南美洲的地方 叫Pantagonia Pantagonia 特別是一個國家公園 地面相當不同 你會見到山 很有氣勢 這就是在黃昏的時候 拍攝的 剛好到陽光 打斜地射過來 射到雲 上面的雲 而山部分受光 部分受光 有一個很大的陰影對比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山石的宏偉 而上面這張 比較特別 鯨魚見得多 鯨魚骨 最多見一塊叫龍骨 但是整條鯨魚骨 見的機會就很少了 這個在南極的其中一個 燈岸地方 在岸邊 近岸邊 有一個鯨魚鞋 這個比較難得 很少見到 這麼完整的一條鞋 骨 從頭到尾 你看到 每一節都很大 如果我站過去 我大約是這麼高度 這個很大的 下面這張 都是Pantagonia的景 你看到山細很宏偉 這個用了二十多張相撥 打直到二十多張一起撥 你會見到 其實左手邊和右手邊 就是我左手和右手 即是180度 整個景都見了 所以整個湖偉 那個海 那個河都會見得到 亦都是賭影相當漂亮 你看到 冰川來的 它不斷冰雪在上面 一湧下來 去到這麼一刻 自然就會掉下來 如果你的耐性好一點 等半個小時到 相信都會有一塊冰 或一塊大的冰 掉下去 含含聲湧上來 我都捕捉得到 在本書裡面 亦都有很多這些 掉下來的 水彈起的畫面 展覽場地 因為地方所限 亦都沒有辦法 放到這麼多照片出來 上來這張 難度都挺高 就算去過南極 都可能未必會見到的景 原因就是 坐在船上 即是橡皮艇 接著又是拍Para-Rama全景 打直相機 拍十幾二十張 一直在船上轉 還要叫船上的朋友 合作 摘下頭給我拍 最後 就會再拍一張 打橫的全景 其實都是由左至右拍的 平時你沒有這麼寬的環境 在這裡 再介紹一下其他的作品 這幾張 顏色很漂亮 金秋 其實是一個新的技術 用了紅外線拍攝 紅外線 大家可能想著 一些透視效果 但在我們藝術創作 紅外線 會有不同的顏色 或者肉眼看不到的東西 都會拍出來 而這幾張照 紅外線拍攝 都是Panagonia 那些地方 有些是我們住的酒店 有些是風景 冰村 紅外線的效果 我們拍出來 天空很藍色 而那些樹葉 綠色的樹葉 全部變成金黃色 這也是後期Photoshop 去調整顏色的效果 大家都會看到 這些不同的 Panagonia 除了風光特別之外 其實也有很多 獨有的生態 還有很多動物 只是在Panagonia 才會出現 南美洲其他地方 都有類似動物 但種類會有些不同 像這張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 以為是一個黃色的草地 草地變成金黃色 還有一塊雲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一枝像火柴枝是甚麼呢? 這就是那些 楊桃或陀陽黑 Aplucker 這個獨有的 它品種 和其他南美洲 我以前都去過 南美洲其他地方 那個陀陽 是有少少不同的 不過是微細分別 可能是眼、腳趾、毛色等等 這張照片 我覺得 不會有那麼多人 會有的 因為紅外線的 會帶很多人拍 紅外線的企我 我想不會有多少張 甚至乎 我帶過250波鏡 去南極拍照 也不會太多人 會這樣做 施餅來說 都是要多些嘗試 會有些不同的變化 這張都是Panagonia 其中一個標誌性的 有些雕像 亦都用了紅外線拍攝 剛才說的 那些羊駝 那些就很像 有些像是馬 有些像是鹿 有些像是鹿 羊也有少少像 最漂亮的是什麼 其實最值錢 就是一些毛 Bucka那些披肩 或是頸巾 都是頂級的產品 去到這個地方 當然都會買不少回來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動物 當地獨有的生態 鷹和這些鴕鳥 不是非洲那些 是三隻腳趾特別的 鴕鳥和其他雀鳥 這個國家公園 就是海灘 就是我拍攝一些 麥節輪站的地方 很大風 吹到頭都暈了 這個地方 特寫來我會見到 幾隻人眼睛睛看著你 看著你 挺精靈的 眼睛大大 樣子有點像女士化妝 做了一些咬眼睫毛 很長 這個是其中一個 智利的牧場拍攝 很有趣 有你平時的HDR 骯髒 一塊塊 那些就不同了 有時Photoshop的技巧 是可以幫到我們 但你怎樣運用 如果你運用過火 一張很不自然的照片 就算你色彩多漂亮都沒有用 這張照片 至於色彩加強了些少 但效果仍然是很自然的 這張用了長鏡 400mm拍攝 瞬過Petagonic的山 你會見到這條山很不直 很奇怪 南美洲的山 和中國的黃山 其他山 都有不同的風格 各有各精彩 這張在黃昏的時候拍攝 陽光剛好曬到這邊 因為色溫關係 所以你看到很金黃 出來的效果 頂上都積滿了雪 相當之冷 這個在海邊 遙望麥哲倫海峽 剛好幸好 又見到彩虹 把握時間 做了一條彩虹 雲的分佈也挺好看的 這個就是剛才 在阿加亭南部 Colorfatti的冰村 這裡有幾張 你會留意到 細緻一點的大體 冰、細緻地方、黑位、暗位地方 都會看得很清楚 平時你拍照 如果有印象 你都知道 拍些白色是爆光 拍黑色是黑光 但這個什麼都能出現 原因是 亦都用了HDR的技術來拍攝 這幾張 哇 這幾張 也是冰川 Colorfatti附近 主要這些 坑紋 鬼虎神功 其實就是當年 冰川流下來的痕跡 冰川好像一把大刮刀 一流過 就會刮出坑紋 這就是當年冰川流過 你看到這個初鳥是相當細緻 乳毛都未有 你看看 整是那些肉 最脆弱 其實這個環境 這裏都是-10度、8度 其實它很厲害 沒有毛的環境之下都可以 我們穿到全身都是衣服 這個鬥都很厲害 有少少像泥、根 不用找石頭布 這些就是另一個環境 就是上岸上的 離遠見到很遠 原來這隻海鷗 有三隻小海鷗 三隻小海鷗 毛都未生齊 就在這裏 這隻可能就找了食 回去維持 這也是現場環境 很壯觀 好像在20樓看過對面 這裏一貿無際上到山頂 南極除了我見得多 或者雀仔見得多之外 海豹也見得多 實際身形 其實這個差不多1比1 它的頭差不多大 你看到大過我的頭 很大隻 一隻 在水中很靈敏 海豹如何形容它 在南極來說 南極的殺手 因為海豹是企鵝 它是專門吃企鵝 一口咬就會吞 這隻很可愛 很可愛 很可愛 但一會兒 你看到牙齒 便會害怕 把手放進去 我們拍攝 通常在浮冰休息 要靜靜地走進去 因為如果很快走進去 它會害怕 它會突然鑽到水底 找不到 這個拍攝 整整排拍攝的時候 在第二隊的橡皮艇 也會慢慢離開 所以拿了背景 你要知道 其實拍攝很近 拍攝 這張照片 我做的時候 是專門和它接駁的 你看到冰面 和這個片 差不多 小小的配合 其實就是 雀鳥在不同的環境之下 在很大的浮冰 上面有一隻雀鳥 去外勾 和雀鳥在岩石上面的襯托 這是一個斜角的構圖 鯨魚 就看你有沒有彩 最初的時候 去南極 離遠 用長鏡 拍那隻鯨魚尾 好像一顆花生 那麼小顆 都很開心 不停地拍攝 後來越拍越多 越拍越見得多 越拍越近 接著就開始選擇 你看到 最後選擇的照片 現在選擇出來的 就是水花拖得最長 剛剛上來的時候 水花不夠長 再遲些水花又斷 所以這樣就這樣 而且最初是很小隻 很小隻的 最後拍的 已經用100mm 就爆了 已經 這麼大隻 還要有時 太潛 在不同的環境下 都會見到不同的鯨魚尾 除了鯨魚尾之外 鯨魚尾 都不時上水面 吐氣 不過他吐一口氣 可能半個小時 剛才上來 你可不可以 等他吐一吐氣 亦都拍到很多條 不同的環境 你看到背景的顏色 都不同 因為在不同的情況下 拍到 有些是整個背部的旗 連兩個鼻孔都見到 有些會噴水 你看一些書 都會見到 兩個鼻孔噴水 有時會在我們的帳尾艇旁出現 都很驚驚的 雖然他會知道 上面有沒有東西才行 但才上來 有時突然旁邊有一塊 很大的東西走出來 你都會下一條 這就是那個情況 剛剛好旁邊 突然走了鯨魚出來 今天有些朋友問 這塊是甚麼 是否有個球 其實這塊是鯨魚的嘴 鯨魚的面 下面是下巴 這個就是這樣 它的下巴好像球 如果入了水 會脹一點 這叫做坐頭鯨 連這裏又是甚麼 其實這就是這個面 這就是這個面 兩個頭對頭 這樣對著 這個頭就是這樣 這個下巴 那條舌 這條尾 這條尾 生態之外 亦都會有些建築 建築不是基羅大廈 是當年的暴瓊 在南極也有基地 後來南極禁止暴瓊之後 那些遺跡就留在這裏 你們見到這些 就是當年暴瓊大的容器 可能是裝些瓊油 去煮它 煮它等等 而以前有些木屋 他們住的地方 因為經過這麽多幾十年 都是飽受風風雨雨 都殘破不堪 亦都因爲這麽殘破 亦都有自己的味道 亦都拍出這個感覺盡量 很荒廢 有些勇士 就會在這裏 換上泳衣或者泳褲 就跳到水道 十秒八秒左右 就上回來了 如果不是 始終是南極 真是凍餐油會 真是凍餐油會 那些字 都有一些新的建築 就是後面這些 現在住這些 不住這些 也都會見得很清楚 就是那個舊的考察站 那個石的紀念 1985年都見到 還有它有幾塊勁魚骨 當然沒有剛才那些 那麽完整 那麽好看 我們看起企鵝 就很難得跳上去 然後又跳下來 不夠幾秒就拍完 然後就沒有機會 這張照片 其實都不是什麽特別的 很漂亮的器材 因爲為了去南極輕便 不可能用腳架 亦都不可能用專業的很大部機 大炮的 就算有鏡頭 都不能帶到去 因爲一上那個 橡皮艇 你都上不到去 你又要穿些長水靴 又要穿全身的衣服 還有一件舊生衣 還有一件舊生衣 藍著在這裏 這只是一部Canon 7D 7D現在放到3米多大張 大家去看一下 都不是太差 除非你要很近地去看它 如果一般的環境之下 你覺得清晰度都很高 如果你想看清晰度更高 其實看40吋相和60吋相 就很銳利 這張照片 你買60吋電視 沒理由一尺去看它 越少看 大家都見到 效果不錯 一會兒我們六點鐘有個展賽儀式 展賽儀式之後 就會派本南極攝影作品集 本攝影作品集裡面的作品 是比我展覽多很多的 希望大家 一會兒 展賽完了之後 留在這裏 會派發作品集 多謝各位 歡迎各位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只需要按訂閱和按小鈴桃按 就可以接收到最新上載的通知 最後記得按LIKE我們 多謝各位